今年流在路線的白療文化大樓 一定今年會可以使用 不過現在才團出重大改變 鄉民也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以前不是圖書館 我以前不去 因為我不知道那不是什麼 還沒開 就是要開放給人家使用 可是目前到現在都還沒有開始 很可惜啊 因為小朋友要看書的話比較方便 生養嘛 生養、時侯 找比較好的適當的地方 再進一個幾月 變成這樣也是比較好 頭腳底壓不大 電壓不接 使用正常壓壓不體調 自動大樓基本沒辦法使用 另外因為當初的設計 一樓到二樓是公署辦公大樓 三樓到四樓才是圖書館 公署表示圖書空間基本不到鄉民使用 我們未來鄉有4萬3千幾人 未來的圖書館 不是說在三樓、四樓 參公署聯合的時候 我們可以援助我們鄉親市長的訴求 我們自動不會做文字館 我們有的公署其實已經是一樓圍樓 現在專家來看它的耐震 事數不夠 再來也沒有電腿打 都不符合這個時候的訴求 我們這樓一二三樓 目前就來生來做鄉親的辦公廳 公署也已經找到一個人工慶館的公遊隊 要來建設新的圖書館 我們後找到 公署有本業的圖書 有人工慶食 也在社交用品 我們積極地幾歲 今年要跟大地工程完工 明年落石下去 看明年可以完成 仗台重近九百片的文化大楼 当初建设开6千万 现在说没办法做投资官司用 庄民的心情也为一家 设计台等家希望 家在这栋大楼会变成文字馆 未来会做公所的办公大楼 既照公用品彩虹不得